不该看到的 不该听到的 无人敢提半个字 臣女答应陪同陛下 一同前往赵州 只是权益之际 家父已经派人去寻找金展 找到金展后 臣女便会和金展换回身份 金展 金展和江少在朕的眼里 就如同孩子一般 有着单纯的孩子气 所以从前 他们无论怎么闹 朕都只会觉得 这般童真无邪的心性 还真是难得美好 等你慢慢监视到金展的手段 便会知道 这般美好 又是一回令人头疼 朕此次 已经深深地领教过了 竟然如此地无法无天 此次啊 把她借回宫中之后 再也不能如以往这般纵容 否则 还真不知 又会惹出多大的祸事 她自幼便是这般古灵精怪的样子 因家母先事 父亲一直把这个妹妹 视作掌上明珠 嘴上说着管教 实则宠溺得毫无分寸 有时候 我也和你一样 看着她 很是羡慕 所以想保护她的无忧无虑 你也会羡慕 是啊 福家无子 作然有王侯之尊 却也是父亲的心头之汉 所以我和金展 不得不奋力 来证明京城未亡的两个女儿 游胜男儿 金展为了学习武功 吃了不少苦 只是旁人不知罢了 那你呢 我倒是没有什么好诉衷尝的 自我及时以来 福家在父亲的操池下 日益壮大 渐渐欲受先帝的恩宠 手握天雄重兵 京城百官之中 何人不是人中翘楚 何人不想飞黄腾达 将福家取而代之 福家的确因此 如临深渊 如履薄斌 我在陛下登基之前 便下定决心 请福家之力 辅佐陛下 为的就是令福家 不再处于京城权力斗争的 风口浪尖之中 但即便福家女儿 嫁作皇后 也难以保证 风雨昼顶 陛下所言极是 因为你的身世 御家不得不少年老成 为父亲分担 朕看到你 要担负着很多男儿 都未必能担负的重责 朕很心疼 比起寻常百姓的 衣不蔽体 实不果腹 我所遭受的 不值一提 怎么不值一提 玉斩 对于朕而言 你哪怕是皱个眉头 朕也是心如刀疆 朕知道此行 你是扮作朕的皇后 朕不会预计 但玉斩 朕真正要保护她 绝对不会放手 陛下深恩 玉斩明白 但请陛下给我一些时间 让我想清楚 我对陛下 是否愿意倾尽所有 不顾一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